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课堂 和我一起学习汉语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 HSK 硬式语法 第十三课 来源 起源 来历 根源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词 The first word 来源 名词 动词 这是一个具有双重词性的词 在试意中我们可以看到 来源表示 事物是由某个地方来的 那个地方我们称为来源 例句 请听老师为大家读 他有了固定工作 家里的经济来源有了保障 西乡记来源于一个民间故事 第一个例句 他有了固定工作 家里的经济来源有了保障 经济来源是指制造 或者说收入前的来源 的地方我们称为经济来源 比如说 我的经济来源是当老师赚的钱 别人可能是经商赚钱 这些都是经济来源 第二 西乡记来源于一个民间故事 也就是说 西乡记的形成是由民间故事改编而成 我们可以说来源于一个民间故事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词 下面请跟老师一起来复习一下这两个例句 他有了固定工作 家里的经济来源有了保障 西乡记来源于一个民间故事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词 The second word 起源 瓷姓 名字 动词 是一 表示事物的开始 我们称为起源 表示的是开始 那么结合例句我们来看 达尔文研究了物种的起源 提出了进化学说 音乐舞蹈起源于古代的劳动浩子 第一个例句 达尔文研究了物种的起源 物种的起源是指物种 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的 开始有物种 我们称为物种的起源 并且提出了大家所熟知的进化论学说 第二个例句 音乐舞蹈起源于古代的劳动浩子 音乐舞蹈 它开始是由劳动时所喊的口号来形成的 比如说中国古代台幕或者造船 人多其心合力的时候常常会说 嘿哟 嘿哟 这样的浩子后来就发展成了音乐 那么在这一个过程中 他们展现出的动作就形成了舞蹈 二者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音乐舞蹈 好的 下面请跟老师一起来复习 关于起源的例句 达尔文研究了物种的起源 提出了进化学说 音乐舞蹈起源于古代的劳动浩子 OK The third word 来历 请跟老师一起读 来历 此信 名词 示意 表示人或事物的历史或者背景 我们称之为来历 例句 请听老师为大家读 这个人来历不明 这本书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 OK 我们来看第一个 这个人来历不明 是指这个人的背景 不清楚 或者说 这个人 他非常隐蔽 没有人知道他从前 是干什么的 是什么职务 或者说 或者说他的政治背景是什么样都不清楚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个人 来历不明 第二个例句 这本书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 这本书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 一本书的行程也有可能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或者人的生平有关 那么关于他的来历 前面有一个修饰词 叫做不平凡 可见他的形程是有其特殊之处的 OK 我们来看 第四个词 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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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性 名词 是以表示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 我们称为根源 例句 使他离家出走的根源是缺少母爱 使他离家出走的根源是缺少母爱 离家出走 根本原因是因为 他在内心中母爱的缺食 使他对家庭产生了失望 或者厌烦的情绪 而离家出走 那么这里边 表示根本原因时 我们用到了一个词 叫做根源 第二个例句 我们来看 他最近情绪不好 那么后半句需要同学们来补出 我们可以随便造句 这是我们发挥的一个句子 现在老师开始说 他最近情绪不好 根源是考试失败 他最近情绪不好 根源是他失恋了 他最近情绪不好 根源是他生病了 那么这样简单的句子 同学们也可以仿仗老师的方法 来进行造句的练习 好了 我们这一节课就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